大家好,那我们上一课给大家讲摄像图和这个闪光灯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这一课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相机拍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设备 注意的一些参数设置和这一些适配 那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课实 也就是说自定相机当中在这个安卓市场的设备 它是型号非常多 厂家修改系统的API也是修改的非常多 然后所以我们为了自定相机能够适配大部分的机型 所以说在开发当中有一些细节我必须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拍照过程中假如说出现了中断 这时候你从别的界面再回来 这时候我们得让这个预览它再次展开 继续持续扶着 所以说这时候恢复这个拍照 那也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一个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摄像适配 摄像适配就是说你在这个拍照过程中 相机拍照过程中 它有时候会存在一些参数 不配置就会达到一个有问题 你比如说三星手机就典型的 然后我们处理方法 第一个是在activity当中回调这个unconfigure configure这个change 表示随着摄像机系统API的变化和变化 就是适配它本身的这个configure的设置 然后第二个就是manifest当中 在相机所对应的activity的标签上 加上这个configure这个属性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摄像恢复 就是利用的activity视频周期 在activity的unpose记录 这个摄像状态参数 在unrestar当中恢复 那好,那我们先通过代码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摄像适配 那这个摄像适配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的代码 好,刚才给大家说了 这个摄像适配 在和这个uncreate方法是评级的 好,那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下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是叫onconfigure change 是不是这个 这个就表示它是不是一些 是不是一些变化 那我们从这个方法当中去调用一下 看这个方法当中都封装了哪些参数 好,你看这个compress tool 这个表示是切换到至哪一个的这个compress 就是你这个相机的一个预览 然后第二个这个是 你的一个相机的像素的转换 就是屏幕像素的转换 然后下面这一块 就是获取的你这个当前的位置啊 你就比如说这个 缩近的大小啊 还有一些这个表示的是不是全屏旋转 或者是不是你键盘进来了 是不是键盘弹出来了 等等这类的 反正这类的都是你本身的一个参数 就是当中底下你看还有底下设置的好多参数 所以说这些参数呢 我们就是在通常的设置当中都需要去配置的 那我们这一块我们只是调用一下就可以 因为调用一下就表示它 然后第二个我们是不是需要打开这个 manifest 这个块我给配置了 就叫configure change 这个一定要配置 为什么强调 它有两个做 一个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摄像的 就是转向吧 就比如说垂直 它就是垂直 水平就是水平 而不是说你水平 但是默认打开 默认了是垂直的 然后再旋转成水平的 但的话就导致画面捕捉的 这个相机的生命周期 就是二次创建 销毁二次创建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不太好 这个参数就会变化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表示什么 表示的是这个 我们刚才说了 适配这个界面 就适配这个应用的API 它这个变化 configure就是参数配置 然后changes 就是变化 改变 就是参数的改变 它随着这我们 就是当中有一些keybox啊 然后一些输入法啊 屏幕的转向啊 等等这类的 它都是随着这个变化 所以说这句话 无论如何 比较习惯性的加上 每一个都得加上 这一块 因为加上这个 它就随着你屏幕转向又转向 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就不多讲 这个大家已经讲成习惯 好 这是两个适配的 需要注意小细节 那还有一个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生命周期当中 恢复 假如这时候突然打个电话进来了 打个电话进来 这时候屏幕是不是电话的界面 或者是说这时候 有三方的一个弹窗出来了 这时候你界面 摄像界面是不是已经暂停了 那暂停的方法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这一刻 生命当中 自带的一个on pose on pose 是之前给大家讲的 生命周期了吧 是啥意思啊 焦点失去 失去焦点 也就是说这时候 失去焦点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 要让相机 这个相机 底 stop吧 是叫stop吧 停止预览吧 我不能再预览 因为这时候在别的界面 也让它继续预览 是无效的了 那好 那我们on restar当中 是不是恢复过来了 恢复过来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对它 进行一个 什么呢 判空吧 如果它不等于呢 那我们继续点 叫star 开始预览吧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假如说 假如说 假如说这时候 唯空的话 唯空了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给它 给它open一个 第二 start 开始预览吧 好 那这个方式呢 我们通过 还是这一样 还是要给它 都要调用一下 不单是调用这一个 好 加上 taker 把这两个 给它放进来 相当于这个 就 给它重新预览来吧 是吧 好 这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 我们这一刻 讲的两个小细节吧 一个就是焦点 一个就是 当然了 你这个最好做到 也是一个 探空 不等一浪 因为等一浪 你一止的话 就会出现空中之恩 好 那我们这一块 就是un restart 当中恢复 un pause 里面失去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那我们un pause 里面和这个 un stop un destroy 里面销毁 两个方法的话 我们最好是不做处理 因为这个un pause 他拍照是一个 持续采集的 刚才这个 PPT当中 给大家讲了 也是 它是一个 持续采集过程的 你看 持续采集过程当中了 所以说 这个焦点一失去 我们没必要 让它获取 所以说 在这一步 就直接给它 销毁掉 那这一步 给它恢复 所以说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相机的 一个完整的 开发 好 那我们这一刻 就讲了 给大家讲了 简单这两个小细节 下去 大家一定要自己多练习 这个我讲了 是我理解的 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练习 才是自己真正掌握的 对它的认识 好 那我们下一课 主要讲一下相机拍照完成 所有工作完成之后 最终有个相册 如何去管理和维护 好 我们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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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